下一套,下一套是《羅利不在的星期天》 什麼?《羅利不在的星期天》,你弄錯了 《神不在的星期天》,這個當然在開新番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這套我想插的 插的,全片插的 其實已經預料到他做得不好 整個新番話說,我爸爸說自己不會死,不得不死,第三個就變了 不是,這個世界的人都是不死的,因為神放棄的世界 不是,你會死,但死後就變喪 變成活死人的存在 但我爸爸不是活死人的存在 但我爸爸不是活死人,他無限迫迫迫迫 其實補充輕少說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他神放棄這個世界,但他會給活人一個希望 他各自會有一個希望,他爸爸去到一個希望 就是希望這一天永遠都是這樣 所以他死了的時候,他就會自動復活 這麼奇怪 是的 但這個動畫好像就沒有帶他出力 這個不重要 他只是說過他以前向神許過緣 就是說,他許了個緣就是說,我希望這一天永遠都在 他變成一個身體,就好像靈時迷之一樣 他死的時候就會復活 死的時候就會復活,所以他永遠都不死 會變成一個活人的存在 直到他前三集說,他的願望實現了 他了結了這個願望 他失去了這個能力 他的願望不會是這樣嗎 那又怎會完結了這個願望呢 我不知道 他願望找他老婆 總之 他女兒來了 總之 見到他 找到 總之他的願望就不知為何達成了 所以他的能力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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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可以安勝 真是死了 死了 真是死了 死了 然後陪了他的女兒一天 然後他就被他的女兒自己撞上去 不過其實他爸爸在輕少少的角色 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沒有看小時候看OP 爸爸記者最後的 嘩,主播級,怎麼會來 錯了 你錯了 你的動畫 三大眼已經死了 你跟我拚了 當然 之後那個什麼漢普尼 所謂的那個爸爸的朋友 不知道什麼人 漢普尼的爸爸 九字 那什麼漢門 有力 有力 他剛開始說他爸爸是朋友 又說他爸爸是老婆 本來應該是他爸爸的同學 但是他爸爸就變成一個專殺死人的存在 不知道是殺了他老婆 總之是結了一些冤 然後朋友就演變成我要追殺你 你搞我老婆 他剛開始說殺他 第二集說救他 第三集不知道為什麼 又很快出來幾個 然後失心間轉移幾個 其實是說有力他接受不到這個 每一集 死人的世界 不是 動畫沒有怎麼寫的 其實很少 他一看完之後已經接受了 其實很少 輕小說會長一點 其實都不多 但是 只不過就是 總之帶到他之後會和阿霞一起去旅行 在這個世界上旅行 你別提到他的旅行 後面之後他根本就是一個駕車司機 就沒事做了 我不知做什麼的 有啊 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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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是死者之國 我都算是難得到 第三個是超人力學員 我完全跟這個世界觀人一起掘爛 第一個故事我們新回的時候已經介紹了 或者我們講第二個故事 死者之國 死者之國就是它那個城 有個城 它裡面的國家全部都是已經死了的人 不是全部都是死人 其實有兩個例外 一個就是五個十五歲的小孩 一個就是無拉本人 其實只有兩人 其他就是死人才能住的國家 而且它的法例就是 你那個小孩是活人 他大到十五歲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一次決定 你可以選擇以活人的身份離開這個國家 因為這個是一個死人國家 你也可以選擇 接受一個不知什麼儀式 他那時候還未知道的 不知什麼儀式 然後變成死人去留在這個國家 但是儀式基本上就是 之後會做到 就是無拉他的能力 講到 很奇怪 一開始你去這個城 一方面又露過二來就是 巴編說 巴編說 我感覺到 有些人在呼喚著我 但這個就是神奇多的 整套東西 我就看 整套東西看阿艾和阿公之交換的有情的生活 有什麼生活? 你不要這樣介意 你不要玩 但是做完之後 巴編的聲音是哪裏 想到是BB OK 完蛋了 什麼事 我完全看不見了 因為阿艾從小到大 其實沒有一個他同年紀的知識 沒有拿來啦 沒有拿來啦 但是當他見到 齊里科不算 齊里科是個男生 當你見到一個差不多年紀 又是跟他一樣的活人的女生 他就覺得好像遇到一個朋友 所以晚上有些女生的談話 那些事情就帶了出來 即是他開樓講到 他跟阿無奈真的有情 那也算了 我再說了 通龍居 一、二億鐘情 兩個混合一起很合憑 重點是他這個國家 為什麼他去那個國家 因為巴編聽到聲音 找他 但是沒有家 其實重點好像不是 重點是他們要把車子華有 要保有的事情 最初讀話這麼說 沒有幾個小時搞定 你不要理他為什麼 總之他有些原因來到這個國家 最初那些寶友也好 達車華也好 巴編也好 跟你認識朋友 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那是沒有關係 他吃的 但阿無奈在這裏 遊歷觀光 這個城市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 和你又壞 叫你不要出街 你又出街 因為其實 對於阿無奈來說 他從小到大 就是在他的村子生活 他對外面的國家 好有好奇 是一件 不是一件奇特的事 我明白 但問題 記住 他只是一個唐官 一個老人 他不是自己的故事 重點 重點是甚麼 他是主角 你總之不是重點 他來這個城 不是給他觀光玩 不是以他的眼光 來看這個世界 發生甚麼事 我明白 但問題 我看了整集 很久 是誰叫他回來的 好像你不是忘記 我當刻懷疑 然後他忘記了這件事 然後跟我說 寶寶叫他 完了 OK 甚麼事 大哥 我不明白 原來被人封住 說甚麼不會成長 又不會甚麼事 為甚麼要抱不知走 大哥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劇情 那些動畫可能是做得不太好 輕少說會帶得多些 輕少說會帶得多些 其實說到結局的話 武奈和他姐姐 他媽媽其實是 他要詛咒這個世界 他詛咒這個世界 因為他懷疑的是雙胞胎 一個會承受他這個詛咒 就是武奈 詛咒這個世界 就是他的話語 和他的眼 他的眼 他有一種能力 就是說他會令到活人死亡 那誰會接生的 大哥 但是他姐姐 會有另一種能力 就是 出世不開眼 他會說話 他會封住自己 他會封住自己 封住自己 但是這個怎樣解釋 他有動畫和眼睛 都應該不是很詳盡 我會想你之後會說 但之後 糟糕了 超人的朋友 花臉又好 阿叔都全部不在 其實我覺得 《死死之國》 有一樣東西 會帶出來 當你知道這個世界 死亡 不再是一種完結的時候 你會不會 還視人命 是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以及怎樣去處理 之後的事 因為你知道一個活人 你死了 可以以死人的方式 繼續生活的時候 你會不會再視人命 另外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即是你要他值得保護 反應 我死了之後 他死了就是轉職 我死了之後 都是繼續以一個 不知道什麼生命體活著的 其實死不死其實沒有所謂 騎士 死了會變成死靈騎士 你還當不當人命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你會看到 你無緣無故殺這麼多人 其實他已經很默默了 但動畫沒有你講的那種分別 沒有 無緣無故殺人 但動畫我覺得很難做 動畫只是知道 死人要有一個國家 它是社會正義的 因為動畫那裏 他用了三集 就講了第二賊星小說 整本 超厲害 我覺得已經超出了 我沒有看過原作 我看電話就知道 當年不是《戰鬥之書》 兩集一本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戰鬥之書沒有看原作 我沒有看原作就知道 動畫做了一個 原來是一個國家 在這個類似世界會人的地方之下 有什麼生態度 你明白這個社會結構怎樣 你交到背景 背景交代 因為之後 在一個小村落 你不知道世界是怎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我明白 但你有什麼新人會人的價值 現在我看不見了 不好意思 是呀 動畫做得很厲害 你覺得無故 他殺人的東西 他經常說一說話 那些人又翻生起來 其實也是一個很悲哀的存在 因為他的能力 是令到活人死亡 但他自己是一個活人 其實有他的地方 就一定沒有他自己的同伴 一定不會有活人 他自己有他的地方 就不會有活人 這是一件很矛盾 很悲哀的事 但動畫一定是做不到這件事 動畫他最後做的方法 就是講話 但又看到有些字 他平鋪直墜 平鋪直墜 平鋪直墜 說完這個故事 下個國家 這個解釋 他只是想做 但我覺得 輕小說來說 第二刹是一樣 我覺得是很精彩的一個故事 精彩的第三次 超能力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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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那個學員 那個學員好看 很漂亮 這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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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就拿不到資助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他要怎樣呢 就是強行扯一些人 成為他的學生 以人頭數來計 獲取這個資助 基本上就是和你出發 就是這樣去打一些色靈的連絡 我不會再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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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力 你之前好像沒有破過那一件事 超能力那個是甚麼 其實都有解釋 輕小說有解釋 動畫當然不會講得這麼詳細 輕小說其實就是講 他們 他神訪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都說給人類一個願望 就像他爸爸那樣 他爸爸就是 他的願望就是 希望這一天永遠都在 其他人都有他的願望 譬如說那個靈里眼那個 他就說祈求 因為他本身小時候已經失明 他祈求可以見到光明 所以他才會擁有這種能力 他的超能力全部都是這樣來的 神留下的那份禮物給他 全部都是那種 譬如說 好聽點叫禮物 好聽點叫禮物 對好聽點叫禮物 基本上那個肥仔就是會禮 他就說他的願望就是 其實令到全世界都有溫飽 所以他就變成吃什麼都好 世界糧食危機的那個食爲 我可以直接受到這個答案 為什麼叫人吃屎 我不知道 總之他們那種能力是神賜給他 其實這些完全是開玩笑 不清楚 他跟我們自己說藍絲系列的經典 經典兩把魔劍分別 兩位勇者去找神 我要得到打敗什麼什麼的能力 打敗魔王的能力 最後兩位勇者變成兩把劍 要被人廢 總之他設定了一個環境就是 你叫入了這個學員 學員就因為要拿這個經快 所以你要在這裏讀書 最重要就是不准離開 為什麼沒有一個願望 是我的願望 現在是一個願望 遇到三個願望 你不要瘋了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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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實他的故事就是 不准離開 就是怎樣去離開這間學員 就是這個 基本上這是第三冊的故事 不過其實 說真的來說 我覺得輕一點說上 都寫得不太好 但我記得 他穿閘了很多 他之前做過超人力學員出來 OK 我就算了 他走出後 寶寶不見了 寶寶在那裡 寶寶走了 純粹是這個故事裏面沒有遊歷 寶寶和他 他們沒有事件交道 我不知道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他之後也完全沒有解釋過 純粹是經過一道 下車的時候被人搶走了 進了這個學員 學員發生什麼事 我如果期待寶寶的故事 寶寶就走了 怎樣 我不明白 我完全明白 總之是這個學員的故事沒有他們的氣氛 我明白 駕車六粒一種 寶寶寶寶 講講學員 我覺得那個學員 你先說不要講學員 為何遊歷 搭上鳥 寶寶也是很迷的事 當他無法遇到其他女人的時候 隨便吧 你要明白 他的資源就是為了哈尼寶寶寶 即是喊的老爸 堆壞了他的死人老婆 然後追殺他那麼久 為亡妻背父那麼多人 突然有個女人就已見了 真是厲害 厲害 我還沒說完我執眼的錯誤 西非尼說 警戒森嚴 要捉著學生人讓他離開 學生西非尼的發生就說 我得不可以你們走 其實這個在講一個歸宿的問題 不是那個一直歸的歸宿 其實你講我的文章 其實當你有個略的點就是 你這間學校是被你讀書 繼宿學校 但當你說有一個人說要走的時候 假設你可以成功逃離這個地方 那你又可以去哪裡呢 其實是深層子 一齊走 一齊走 假設你離開了這個學院 那你要回去哪裡呢 成為超高校的XX 怎樣啊 又可以亂入 人家那月都沒有說了 離開我怎樣 大哥 你先走了大哥 有些是會表現到他迷夢的一面 或者隔車夠載的大哥 你叫做這麼多人 但是 怎麼會不想啊 印度的巴士 如果有些你就說可能他家裡有父母 但如果他譬如說無依無教的時候 那他的歸宿在哪裡呢 流浪 不是個個喜歡流浪 流浪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東西要兼顧的 譬如說你怎樣找食物啊 這些東西 想到一隻眼都沒有說過 怎樣找食物 又有豬入油 他沒有想過這些東西 他不用擔心 那我分一個不用擔心 你住在學校要讀書 你要考試 大家更煩 他最少不用擔心生活 其實見到有些人都說 我寧願留下 但最後被喊說服了才一起走 那些人 但有件事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有個隱密叫艾利斯 那一篇的男主角 但是他的能力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譯作 什麼手槍刻性 其實他的能力叫做必殺菲塔 他講到他很喜歡打籃球 打籃球的時候 當然他希望他會射的球 當然是入籃 所以他那時候起到的原本 就是我想我打籃球打得好一點 六格 射籃 射得準一點 六格 所以神給他人力 那樣叫做必殺菲塔 如果必殺菲塔 你有留意打籃球的話 其實他的意思是叫押騷球 押騷球的意思就是說 林吹雞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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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那一球是反超前的 關鍵師 等於他射出去 對面沒有仇報 進了就沒有仇報 但其實這種能力很奇怪 他的能力的名字叫做 其實他的能力就是 他可以射到任何物體 到他想要的地方 六格 總之 六格 反而諷刺的一件事就是 當他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籃球不再好玩 當他怎樣射 刀入的時候 籃球已經 不再是一種樂趣 他一定沒有射到籃球 他要開發 被婦女蜂擁的樂趣 那就夠了 這件事其實很諷刺 不過這個 提一提 不知道為什麼 譯名也這麼奇怪 輕小說都是這樣 名字我不管 輕小說都是這樣譯 但我都知道 他動畫講的能力 我明白 但我名字他不算 我實在一套都會 但跟什麼手槍黑色 我覺得完全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是一個譯者 不懂得譯 Issabita 還是什麼 我總之我 老少爺Lice 經常都說 你們走吧 這個人很奇怪 你哪個字幕組譯 還是全部都這樣譯 不是 輕小說都是這樣譯 這麼搞的 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東西不知道 回學校 既然講到這麼辛苦 為經費為經費 為經費 那麼容易訪問 學生走 但這篇是 我都覺得 可能第二篇我覺得 挺好看的時候 第三篇我覺得比較差 這件事是無可否認 轉到動畫版更加更甚 那些人學完算了 走下去了 然後我家裡 現在包面又走下去了 為什麼有 立即出回包面給你看 第九集的時候 就出回短編 我要明白 包面畫你先走了 他抱怨寶寶 指孩子部分都沒解解 走下去了 那個動畫 又是帶得豪華拆 一集 不是一集 是半集 另外半集是 就是阿利斯叫生日 去生日 其實說了半集 百?!?! 為何要放下 她的嬰兒 走去 她想起來 後來告白 他想起自己的身份 他好像沒有人的身份 我不知道 很奇怪 他是手沒有人的身份 他應該是一個電腦的傳載 他不應該牽涉到人的感情 應該是沒有情緒 我明白了 他喜歡了斯基路 所以有Ella出現了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他想表達的故事 但動畫版本又是很差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只知道阿叔過去說服 我向你求婚我結婚 在放閃光彈 要餓了要做什麼 人妻 你跟著我便可以 不用你任何事 阿哥你有老婆你有女兒 你不是說我很喜歡他們嗎 這裏變成很多範註的位置 本來是輕少說 應該是很感動的位置 動畫版本就變成這樣 他都沒有解釋過任何事 我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才是放閃光 然後你跟我過來 你結婚了 OK 搞定了一件事 第九話 前篇和後篇都是一個小品 過度段的故事 然後就突入了最終篇 就是這個封印世界篇 這個什麼 武衆的八月 其實有點相似 因為他 說到艾莉斯和他們 一個幽靈的拍檔 叫做什麼 那個男生 那個女生幽靈 那個他在 葛拉校園已經認識他 其實主要是 因為他看中了艾莉斯的能力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能力 總之他看中了他 嘗試找他去拯救他自己的封印世界 即是三年四班的世界 那 那 不止 一點都不止 完全不是一年四一件 即是他講到 他有一個 他是來自一個封印世界 那個封印世界 他找到一條出路出來的 但是其他人 他想救了他出來 但是出不來 所以呢 他經常都會找些人 艾莉斯經常都會找些人進去 嘗試去 可以打破這個世界 但是始終都不成功 他有一個前提 是的 我想這個世界是以他們一個十三班的人去維持 三年四班 當然有方向結界 但是 濕一些外人進來 會不會破壞這個結界 不是 其實是 濕一些外人進來 看看會不會嘗試 可以有什麼方法去 破壞這個世界 他只有這麼多 10個號碼 你加了兩個 三個再加了四個結界 總之把這個世界有一個失衡 失衡來破壞這個世界 看看可以拯救了其他人 因為其實現實世界來說 他是直接三年四班 整班都消失了 在這個世界上不再存在 但是就封印在這個 封印世界裏面 當然會有些原因封印了他們在裏面 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到最後才解謎 是什麼原因 這次就是有什麼相關給你的 今次找到 my passion 可能要úsica 能打破這個平衡 總之找了進來 但是如果失敗了 我iyoruz便會永遠留會 在這個封印 intersections 可以進去就應該出不回來的 即是出得來走完要還 進去就出不回來 如果你出得回來 即是說他成功了 拯救了這個世界 過遊戲 但其實之前他已經找了三萬幾千人進去 這就是海都市 三萬幾千人進去都是失敗的 結果裏面整個 他哪裏找這麼多人 我都不是 封印世界裏面本來只有三年四班的十幾個人 然後越多人吃 變成裡面的封印世界已經差不多整個陣 三萬幾人 多好呢 好吃好住 我都住了 大哥 又不會有問題 一個世界一年月吃一次 真是多開心 其實也好 外面很殘忍 沒東西吃 有東西吃 風光明媚 風光明媚 那就開始調查 為何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他這個世界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因什麼原因之後 會不斷reset 就好像無盡的發言 不是 無盡的發言 不是 薪光是無盡的發言 不是 薪光是無盡的發言 我知道 兩個合體 其實就調查到就是說 原來十四年 應該是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 有一名學生死亡 然後導致其他人許願而成了這個封印世界 其他大哥 死了 我們要許願 他未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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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點像的 那個劇情是有點像的 然後最後找到的原因就是 提依一直都以為死的 那個是他 因為他是幽靈 因為他出到外面的世界 他是一個幽靈的存在 但實際上 看回結果就知道 提依為何出到外面的世界 是一個幽靈的存在 因為他真正的肉身 在這個封印世界裏 才是一個幽靈的存在 但這個動畫也是 傾小說 也說得有點怪怪的 你肉體在外面的話 肉體在封印世界裏面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就是 因為它被封印世界裏面的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 所以肉體封印世界裏面 但問題是 它穿槍出的時候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 你說艾利斯吧 艾利斯是 艾利斯是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的 艾利斯是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的 那就是肉體不容易 否則肉體不會出 這個也是很奇怪 怎樣解釋 你不可以解釋 肉體封印世界裏面 但你靈體裏面 你出來的話應該是靈魂來的 不是肉體 你出來為肉體 從破土而出 都是 所以 解釋不到 我來講 她可能說 女兒的艾利斯是 艾利斯 是吧 她在死是幽靈 她才死了 但她最後可能 她沒有處理這個筆 總之 其實 真正的原因就是 艾利斯為了救她 而反而艾利斯死了 就不是艾利斯死 但艾利斯一直以為她死 所以 她終於 她喜歡艾利斯 她想跟艾利斯在同一個世界 所以就不斷地輪迴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艾利斯是死的 艾利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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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憂靈 出不了演技 不是 她一直營造的氣氛 其實都是想觀眾 認爲艾利斯死了 因為 當艾利斯爆洞來的大型轉 完全接受不到 她沒有任何理由 而且 也有些解釋不到的筆 像剛才你所說的 她的肉體被人蓋進肚子裡 你說她壓出來的世界是肉體 但她的肉體在肚子裡 那就是兩個肉體才有 她是否會封鎖人 她會封鎖危機呢 這個就不知道 比較奇怪的地方 而且她已經完成了她心願 適懷了 她消失了 最後的動畫 做到又回 她出來了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其實這一套我是覺得 輕小說一定會長很多 不過這個無口非 因為現在的動畫來講 輕小說改編 我都不覺得有哪一套是做得好 關事有沒有深做 人家可以用四集或五集做一半小說 竟然可以用一集或半集做一半小說 現在平均就是三集一半小說 有些 甚至有一部就是 學完一部就是兩集完一個故事 所以其實很急 我覺得根本就是她沒有心做 你有心做 想宣傳一部小說 等一下我真的看的 你應該用心一點做 我們應該做得慢 我們不會覺得清楚一點 但現在就是 做到很會心亂 我們不知做什麼 就是當是次事件 看完又事件就算了 我們怎麼看小說呢 但我覺得輕小說的質素是OK的 可以看的 我明白 我都沒說 還有談完 劇情不知所謂之後 那些畫是做得很維美的 我覺得 那些畫 光 畫面上做得很漂亮 畫面上 有師羅來在這裏 會不會做到一部運人的 有什麼生活的感覺 我不知道 有些人有興趣的 不 如果要羅利的話 應該看另一套 有羅 有有球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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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樣說是錯了 用樹來的說法 是又有波又有羅 你不要理他 那個 沒有朋友 好了 這裏就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 其實我建議補回輕小說 動畫算了 看完就算了 不過其實動畫是一個引子 如果你對活死人的世界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找回輕小說來看 我看鎖絲片算了 看你對不對 看你對不對 對不對這種風格 好 我們下部